于敏红能成为罗永浩吗 在新东方的至暗时刻 于敏红正式徒走罗永浩的路 据晚点Litipost报道 本月中旬一场高管会议上 新东方创始人兼董事长于敏红宣布 下半年将停止小学和初中线下学科培训的招生 并在年底前裁员4万人 新东方北京校区的老师张田 向字母榜透露 公司内部还未看到这方面的通知 也没有要做直播的明确动作 但在前所未留的变局面前 于敏红必须继续撑起大旗 短期内不可能交棒 风花雪月也必须放一放 就算要做直播 也必须是奔着赚钱去